Slay-6 新建第三次試射 火箭升空後 在任務中心掌聲歡呼下 一舉突破多項紀錄 最高速每小時2.8萬公里 第一次打軌道速度 繞地球滑行 還用自家星鏈網路 49分鐘全程清晰直播 不過太空船原定熄火後 要在印度洋漸落 返回地球時卻失聯 疑似是在大氣層燃燒火解體 但不管是馬斯克 還是NASA都說任務大成功 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是二度完成最容易出錯的 推進器分離 這次試射升空 讓SpaceX獲得更多測試數據 幫助未來改進新建 從太空旅行到國際競爭 甚至是火星探索 SpaceX和美國都把希望寄託在新建計畫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可以按照片 帳篷地點 感谢观看